嘿老太太 自信心崩溃了啊 TikTok摧毁了美国维持近一个世纪的自信心 TikTok成为了美国开始打击对象 针对性非常强啊 美国各大博主开始反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对TikTok的剥离法案 说好的民主自由呢 对 是说好的啊 但是可以随时变嘛 前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仅经过40分钟辩论 就以352对65的高票压倒性的决议 通过了TikTok的剥离法案 现在就只差参议院和总统签字了 其实早在2020年川建国同学还在位的时候 就曾经通过了一项行政命令 逼迫TikTok的母公司 也就是咱们的字节跳动啊 剥离对TikTok的控制权 把它卖给美国公司 好在TikTok诉讼其违宪 因此呢 行政命令最后在法院才没有通过 那如今呢 坏了老灯了 诶 政客们又卷土重来了 反正就招心提一呗 要求TikTok必须要在165天之内剥离控制权 否则呢 将禁止TikTok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上架 也就是说啊 这里边只能二选一 要么就拱手让给美国 要么你退出美国市场 这是明把他要抢啊 那可能大概啊 连TikTok自己都没有想到 上次还对着他喊打喊杀 同样想禁掉他的 哎 川建国同学 这次竟然吊转枪口 公开反对禁止TikTok 将枪口指向了他们的自己的社交平台软件 脸书 也许是本着敌人敌人就是友军的原则吧 他的理由呢 是如果干掉了TikTok 那脸书业务岂不将翻倍啊 而且按照美国的博主话说就是 TikTok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能让大家面对面展示的机会 难道还让美国民众回到落后十年的脸书吗 然后或者是看文字的推特或者是博客 其实呢 美国政界互相撕咬已经是加上面范了 但在这项法案上似乎又表现得空前一致 这项法案呢 是由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的 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 迈克·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 拉甲·克里希纳莫提以及17名议员共同提出的 当地时间3月13号在国会共和党人的领导下 美其名曰 法案的名为 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侵害法 以352赞同票力压65票反对票通过了 并且将送到参议院进行审议 不过呢 现阶段啊 一些参议员的态度似乎表现出的是魔能两可啊 因为这一法案再想通过参议院审核的难度 似乎比之前多了一些 而且美国的前总统 也就是共和党总统竞选川建国同学嘛 上周这一转变他的立场公开反对法案了 称他不想疏远年轻选民啊 都是为了选举啊 这里面都是生意啊 不想赋予他的眼中死敌啊 脸书更大的权利 假设该法案即便是能够通过 要到封杀下架也还有一段时间啊 就是这个法案呢还设了165天的期限嘛 而这个期限算上参议院和各种程序所花费的时间 也就差不多要拖到今年11月份美国大选了 当地时间3月12号 美国现任总统老拜和前总统川建国同学 各自提前锁定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又是他俩在战啊 那要知道啊 历次美国大选 这些候选人是要打反我们的牌的 塑造一个威胁很大的假想敌来拉选票 老灯呢在竞选中 可能也要打这个牌啊 所以呢 现任总统老灯其实也是在隔岸观火 他知道后面啊是要面对什么的 不如先迎合法案 并且表示 如果该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他也将签署该法案 先稳住啊 先稳住 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当选 首先年龄问题 再就是精神问题 再就是这样一反对 你说用TikTok那些年轻选票还会选他吗 但这次啊 可能与往不同 在针对TikTok的提案上呢 选民们不会照单全收 甚至也可能开始看清楚了 政客是如何在针对中国事务方面的表演 信息变得更加透明了 再打反华牌 可能就将得罪大批选民了 川建国呢 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虽然这项提案呢 是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 但现阶段的共和党议员 似乎表现出的也较为积极 但对于川建国同学呢 来说 选民中的选票仍然是第一位的 TikTok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也回应说 无论发起人如何试图掩饰 这项法案都是对TikTok的彻底禁定 那这项法案将践踏1.7亿美国人的 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也将剥夺500万 小企业赖以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平台 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如此精心策划 不顾民主大意的要除掉TikTok呢 因为TikTok出现在美国之后 去中心化的兴趣推荐算法 彻底覆盖了一直以来美国政客们 为美国社会精心构建的舆论管控基础 说好的言论自由呢 其实不存在啊 这都胡扯 那比如遭受了不公平待遇的族裔 被霸凌的学生 甚至是流浪者 这些精英层之外 被边缘化的声音 开始被大众更多的人听到 以及看到 只要有个手机能拍短视频 就能获得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啊 TikTok能让更多美国人看到 被他们政客极力抹黑歪曲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样子 还有那个爱珀斯坦 亚伦布什内尔 那这样的无论反面或者是正面 积极还是消极 包括事件本身都难以覆盖得住 因为TikTok已经绕开了 美国舆论的管控了 所以他们要极力打压 而TikTok呢 又可以把这些热点的事件 精准地分发给感兴趣 或者价值观相同类的人群 竟然导致普通民众的舆论 不受美国政控的管控和控制了 这在巴以冲突 俄乌冲突事件当中也得到了印证 TikTok是互联网时代开创以来 首个非美国主导的 全球互联网的舆论和传播的巨头 所以无论TikTok 如何地符合美国的法律 如何地无辜 都会被美国政界 以及背后的那股视力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有人说啊 那中国不也没有谷歌吗 也不是对等的呀 这个啊 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法律 对吧 那谷歌当年不愿意遵守我们的法律 所以他自己选择了退出我们市场 而TikTok是完全遵守了 美国所有的法律 合法合规 所以之前啊 川建国的时候 几轮听证会之后 从法律层面也没有彻底 断绝TikTok的后路 因此说现在这项针对TikTok的法案 美国普通大众也是一致的表示反对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就形成了普通百姓 跟政客们之间相互撕裂的局面 另外呢 TikTok在美国的1.7亿用户里边啊 有很多是挥舞着选票的年轻人 这1.7亿人中 4分之3的用户年龄 在18到34岁之间 这群年轻人的选票 是美国今年11月大选当中 不可忽视的力量 也是美国未来将要成长起来的主力军 而这1.7亿的用户中 还有好几百万的网红博主啊 要依靠他这个东西生存啊 赚钱啊 TikTok如果被禁止 那这部分将成为美国境内新的失业大军 这些人自然会反抗啊 其号召能力是非常强的 也将带动更多的人去反对 而他们又是挥舞着选票的选民 所以啊 川建国很聪明啊 他就站到这边来了 因此说 美国政界发起的针对TikTok这场大戏 还远没到收场的时候 那即便投票结束了 再等个165天之后 那无论民主党啊 还共和党啊 都不会太心甘情愿的背负这个责任吧 那就算退一万步说 TikTok是一个全球性的应用 那即便美国当地下架了 那他的用户存量也是非常庞大的 那北美地区下架 也并非是把它从手机中直接删除啊 对吧 你手机里边原有的他还能用 而仅仅是禁止了上架谷歌啊 或者一些安卓啊 一些应用商店 而且还有很多是绕过境内的下载方式 他的生态也不会受到太多的致命的打击 顶多你拥用谷歌 他下载不了这个软件 该有的还有 那咱就看看啊 美国这出戏到底要怎么唱 怎么把自己的自信唱起来 怎么把自己的信誉唱消失 关注老方不明录 台北路上 公斤不 题外话啊 这个市场经营环境啊 不跟印度差不多了 说抢你就抢你 说扣你就扣你 明强啊 请不吝点赞 订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的 viewers 请不吝点赞 订的朋友们